今天早上我們一起來學習 約貴的教訓 我們請看《出埃及記》39章 《出埃及記》39章43節 主怎樣吩咐他們就怎樣做了 摩西看見一切的工都做成了 就給他們祝福 40章第一節 主消費摩西第二節 正深夜初一日你要立起帳幕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快滿一年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把會墓建造好了 所以在第二年的一月一日 神要他們把這個帳幕立起來 那這個帳幕裡頭有一個地方叫做至聖所 那這個至聖所裡頭呢 放著這個神的耶櫃 這代表著神的臨在 代表著神的施恩 我們請看《出埃及記》25章 《出埃及記》25章21節 《要將施恩坐安在櫃的上邊 又將我所要賜給你的法板放在櫃裡》 這裡講到約櫃裡頭呢 是要放這個寫著十戒的法板 22節 《我要在那裡與你相會 又要從法會施恩座上的兩基路坡中間 和你說我所要吩咐你傳給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22 《 there above the cover between the two cherubim that are over the ark of the testimony, I will meet with you and give you all my commands for the Israelites》 在這個 在這裡呢 這個神臨在 所以神 將所要吩咐以色列人的話 先來告訴摩西 那這個神也 不但傳信息給他們 而且呢 也要施恩典給他們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耶貴一直是被他們所看中的 我們再請參考詩篇九十九篇 詩篇九十九篇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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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常常称这位神是这个万王之王 王一定有祂的宝座 那这里就讲到祂坐在两个基路坡之上 我们知道这个约会是有两个是被是有这个金子打造成的这个基路坡覆盖着 那就他们的认识他们的观念神的宝座就在这两个基路坡之上 虽然是人肉眼所看不见的 但是他们是这样子的来相信 所以这个约会代表着神的临在、神的同在 所以他有着他这种非常神圣的一面 所以人不可以随便的去冒犯了这个这个约会 那也常常借着事实来彰显出说神跟他们同在 好我们请看耶稣亚记第三章 耶稣亚记第三章第四节 只是你们和约会相里要两千走不可以约会相近 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 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他们准备过耶诞河来进入迦南地 那这个祭司抬着约会要走在前头 那这边特别规定说你们和约会要相里两千走 这来表达出这个约会是神圣的 这一位神圣的神在他们的当中 所以他们应该要有这样子的敬畏的态度 再请看耶稣亚记第六章 耶稣亚记第六章第三节 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 一日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 那过了耶诞河之后 他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耶利哥城 这一个耶利哥城的城墙是非常的坚固,非常的高大 也就是说这一座城是很难攻打进去的 那这里神交代他们怎么做,怎么来攻进去 神给他们的是一个很奇特的方法 要他们去绕这一个城,耶利哥城 第四节 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会前 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号 从这里我们看到在绕城的时候,耶会也在他们的行列当中 神在他们的当中 这一位圣洁的神在他们的当中 那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 第五节 他们吹得脚声托长,你们听见脚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 城墙就必倒塌,个人都要往前直上 这耶会也在行列里头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耶利哥城的坚固的城墙倒塌了 但是啊,这个耶会是物质所制造的 这个能够打下耶利哥城,重要的是神在他们当中 他们对耶会是要把它看为神圣的 但是人常常会把一些事情扭欺了 其实关键是在于神呢,还是在于这个耶会 我们都知道关键是在神 但是神人肉眼看不见 这个耶会是看得见的 所以为什么人很容易去制造出偶像来 在人来看,因为有耶会在我们的行列里头 所以耶利哥城倒塌了 这个也是事实 但是它背后呢,更关键的是神圣的神在我们当中 所以不可以随意地去冒犯耶会 但是呢,也不能够对耶会有过于所应当看的 我们请看撒末记上第四章 这是以色列人跟费利士人的争战 第一次啊,他们被费利士人所击败 这时候,当然要想办法 这个,反过来去击败费费利士人 他们就想到耶会 所以他们说把耶会抬出来 所以耶会被抬到这个战场上 就好像当时抬着耶会在绕耶利哥城 但结果是怎样呢 第十节 费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 以色列人败了各项各家奔逃 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三万 十一节 神的耶会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 何伯尼、弗尼、菲尼哈也都被杀了 结果这个台耶会的祭司被杀了,耶会也被抢走了 耶会很重要,很神圣 但是耶会不是神 要紧的是真正得神的喜悦,得神的同在 那今天我们怎么来看这个耶会 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九章 希伯来书九章 第八节 圣灵用 第九节 那头一层帐幕做现金的一个表样 所献的礼物和祭物 就着良心说 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 This is an illustration for the present time indicating that the gifts and sacrifices being offered were not able to clear the conscience of the worshiper 我想第八节我们也念一下 That's also look at verse 8 圣灵用此指明 头一层帐幕人存的时候 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 在当时除了摩西之外 只有亚伦大祭司能够进入至圣所 所以对其他人来讲进入至圣所 这是就好像这里所说的 这是一个还没有显明的路 也就是说将来有一天啊 这个路是显明的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到至圣所 那第九节告诉我们说 这个帐幕做现金的一个表样 那从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 他是在新耶时代 他来看这个 看这个耶柜 看这个会幕 这新耶的定义之一啊 就是耶稣来了 祂已经成全了救恩 那救恩已经被主耶稣成全了 所以今天我们不用再建造会幕 不用再建造这个耶柜 那圣经 旧约圣经所描述的这个耶柜呢 照这里所说的是 作现金的一个表样 它是一个symbolic 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 这个象征的 象征性的这个东西 我们来得到一些 我们在我们属灵的教信 或者信仰生活的一些启发 好,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有讲到这个耶柜里头是放着 写着 放着这个 有十界的这个滑板 好,我们请参考出埃及记十六章 Let's look at Exodus chapter 16 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十二节 Exodus chapter 16 verse 32 摩西说主所吩咐的是这样 要将一满 额美尔 玛纳 流到世世代代 使后人可以看见 我当日将你们领处埃及 在旷野 所给你们吃的食物 这个神彰显一个很大的神迹 就是从天上降玛纳来养活 这些以色列人 神彰显摩西说用一个罐子装一罐子的玛纳要作为纪念 三十三节 这个摩西就叫亚伦这么做 三十四节 主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 把玛纳放在罐柜前存留 所以这个装着玛纳的这一个罐子 放在哪里? 放在约柜前 我们再请看明述记十七章 明述记十七章第十节 第十节 主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帐还放在罐柜前 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 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得厌言止息 免得他们死亡 那这也是神彰显的另外一个神迹 这个亚伦的帐 花芽长花苞而且开花结果 这个帐是木头是已经死的 但是呢神彰显他的能力 他又有了生命 他很快的开花有结果 神在一次的来见证他在他们当中 神在一次的见证摩西亚伦是说是他所简显所指派的 那这里神也交代说把这一根亚伦把这个亚伦的帐也放在这个花柜前 所以我们就看出来说在旧约时代啊这个约柜里头所放的就是那个写着十戒的法板 那这个约柜对我们今天来讲它有什么有什么象征 一样的这个神的同在是非常的重要 过去神的百姓需要神的同在 今天我们是神的百姓同样我们需要神的同在 那主耶稣来了他就成就了神跟我们同在的这一个恩典 所以主耶稣说他来了带来恩典跟真理 那这个很大的恩典之一就是他的同在 那今天神用很具体的圣灵来彰显他跟我们同在 我们很多人为什么这么确定神存在神跟我同在 这个圣灵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领受的圣灵让人没有办法去季节去否认神的存在神的同在 那我们请再看希伯来书第十章 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 十九节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今天已经不再有会幕 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说我们要坦然的进入至圣所 那我们就也联想到我们有读过的一个经节 就是希伯来书九章的第八节 那你说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 TALKING ABOUT BEING SHOWN THE WAY TO THE MOST HOLY PLACE 也就是说是会显明的 是可以进入的 那所以十章十九节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现在显明了 因为耶稣基督的保险 二十节 十章二十节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心又果的路 从曼子经过 这曼子就是他的身体 那借着耶稣打破他的身体 流出他的血 我们有了这一条道路 那这一条路要让我们进入至圣所 所以现在没有会幕 那至圣所是什么 我们先来想那为什么要进入至圣所 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四章 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忌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联系蒙恩会做随时的帮助 好 为什么我们需要进入至圣所 因为在至圣所有施恩的宝座 那所以我们来到至圣所 我们可以得到联系蒙恩会做随时的帮助 好,那今天的至圣所是什么,在哪里 其实新约圣经他也在强调这个至圣所 好,我们请看启示录十一章 启示录十一章第一节 有一根尾纸释给我当作良度的帐 却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 并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 好,这里所讲的殿 这个字眼呢,其实就是至圣所的那一个字眼 也就是说我们敬拜的人是要来到至圣所来敬拜神 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是要保守在这个至圣所里头 第二节 只是店外的燕子要留下不用粮 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要进入至圣所,你如果在宴外的话这里说是会被践踏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彼此勉励 我们要保守自己,不要离开教会 离开了教会,就被这个世界把你吃掉了 你就渐渐地跟世界上的人 越来越相,越来越一样,到最后是一样 就像这里所说的,被践踏 所以第一个,这个至圣所,就是主耶稣的教会 我们再请看希伯来书第九章 希伯来书九章第四节 第四节有金香炉和包金的椰柜 柜里有圣玛拿的金冠和亚伦花过窑的帐 并两块椰柑 这些圣子里有金香炉和金的盒子 这些圣子里有金香炉的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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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一直在强调 这个装玛拿的罐子是放在耶贵前面 这亚伦花过牙的帐也是放在耶贵前面 但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 他对旧约是我们大家公认 他对旧约是非常的熟悉的 但是在这里他却把这其他两样东西 也都说是放在耶贵里 不是他写错了 他是刻意这样子写 因为他在第九章第九节说 这些都只是一个表样 所以用象征性来做了解 来做描写 那为什么他刻意地做这样的描写 这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教会 主耶稣的教会 我们所应该去努力的 我们应该拥有的内容 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个人啊 也可以就是耶贵 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人啊 也都是神愿意内住同在的 我们每一个个人神都要跟我们同在 那耶贵象征着神的同在 那所以我们也就像耶贵 对今天来讲神的教会就是耶贵 我们每一个个人也像是耶贵 所以这三件东西对我们来讲就是很重要的象征 好第一个那个写着十戒的花板 主耶稣把这个十戒啊归纳成一句话 就是爱神爱人 也可以说把它这个归纳成一个字 就是爱 我们请看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五节 第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 无亏的良心 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 所以这个诫命的目标 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爱 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主耶稣的教会 所以我们要努力的让我们的教会 是一个爱神爱人的教会 我们说我们是真正拜神的人 我们是神的百姓 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来实践爱神爱人 我们要把这十条诫命很实在地实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头 那这个他们在旷野的路上 为什么他们需要麻纳 很简单 人活着就需要食物 所以领受麻纳就是在领受生命 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是教会 个人也是要不断的来领受这个神的生命 也就是保罗他所说的得着基督 他不是犯了 他叫gain 我们请看菲利比书第三章 菲利比书三章第八节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为我也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自保 我为他已经忘记万事看作困土 为要得着基督 这个第八节很长的一节 其实最后那个最重要 为了要得着基督 那所以我们就以个人来讲呢 我们要不断的去得着基督 我们要看重圣餐领受圣餐 因为我们知道领受圣餐 跟领受生命有直接的关系 那我们说神的教信叫做生命之道 所以我们要很努力的 不断的来领受这个生命之道 我们再请看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 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 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 十七节圣灵和新妇都说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所以这里主耶稣邀请来取这个生命的水 生命是最重要的 没有人会反对 地上的生命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天上的生命 天上的生命跟领受圣餐有关 天上的生命跟领受圣餐有关 所以神的教会当然要注重这些事情 我们神的百姓当然要注重这些事情 亚伦的帐会花芽开花结果 这来彰显了这个有丰盛的生命力 所以神的教会神的百姓要彰显出属灵的生命力来 什么叫做属灵的生命力 我们请看罗马书第六章 罗马书六章第四节 第四节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也是叫我们一挤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护活一样 我们怎么成为神的儿女 就是借着洗礼 那洗礼完之后呢 我们从水里上来 我们就要努力的来彰显这一个丰盛的生命 那在这里保罗说我们的一挤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 这个NKJV说 Walk in the newness of life 有一个新的生命表现出新的这个生活的样式 这样才是有这个属灵的生命力 那其他的经节就也讲得更白的就是所谓圣灵的果子 这生命力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就像亚伦的帐 他花牙开花结果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他是要有属灵 要有丰盛的这个属灵的生命 是要让人可以看见这些圣灵的果子 所以我们是用 我们今天要用这样子来看这个耶贵 所以耶贵是旧耶的事情 不是说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 那所以最后 最后的一个问题 请问我们在哪里 我们是不是在至圣所里头 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打开了这一条路 那我是不是在主耶稣的教会 答案是肯定的 我在真耶稣教会 我是在主耶稣的教会 然后我这个个人 我像耶贵吗 这个耶贵才会被放在至圣所里头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自己努力的话 那我们觉得我们是在至圣所里头 那其实我们是在外宴 那所以我们要常常问自己 我是在至圣所 还是我是在外宴 所以我们感谢主耶稣的简显 我们在他的教会里 我们也祈求他继续的带领帮助祝福我们 我们是有着这个 我们像写着十戒的滑板 我们就像那个装着麻纳的罐子 我们像亚伦花牙的帐 我们一起唱诗八十九首 那是现在《Sing Hymn 89》 《Sing Hymn 89》